第三十集 闭关十天 不想着一出来 先挨了一门雷 紧接着就发现 整个天地一片苍茫 简直像换了人间一般 要知道 无灰谷这个地方 自成空间 就像是法相宗的山门禁置 仿佛的效果 都能使得内部四季如春 风调雨顺 一幅仙家福地的景象 现在却出现如此异象 这意味着什么呢 说起修仙界当中 能引发天地异象的事 实在是太多了 金丹大城 有风云龙虎 猿鹰成就 献鬼哭神嚎 魔气滔天 亦能天怒人怨 宝物出土 更是天地变色 张凡苦思许久 还是对不上号 也只能作罢了 倒是异象的起源之处 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里也许是他选择在此时出关的原因 水帘洞灵地 里面灵力充盈 弥补他炼气的消耗有余 不过七日的功夫 玄金滚服和补天网 就已经用千丝 重新炼制过了一遍 威能大增 就质地而言 齐齐地真挚了 顶阶法器的最巅峰 此后的数日 张凡一直静坐修炼 隐隐约约间 他似乎能够触及到 第十层的壁垒了 但是也不得不放弃 趁热打铁的想法 出德官来 因为自尽此古 与人斗法 与妖兽搏杀 征伐不断 其余连连 有德有失 独独无闲 不得不将一件必做之事 留到了最后 此时离风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如若再不成行 只怕以后再无机会了 说起来 在整个无回谷的正中心处 地形塌陷 成形一片大片的沼泽 名为灵要沼泽 正是他所出关的目的 和向前去的目的地 出发之前 所查阅的资料当中 郑重其事地提及这个地方 以及入谷之前 两位结丹宗师 也曾开金口叮嘱过大家 重要性可见一般呢 其实说起该沼泽行程之日 已不可考证了 只知道自从秦州三宗门派 霸占无回谷的时候 它已经存在在那儿了 无数年 无量的灵药再次生灭 尽数没于其中 而沼泽本身 则如天然生成的丹顶一般 不知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 竟使得其中的泥土 蕴含着独特的药性 是所谓丹尼 这种丹尼呢 对修行没有什么补益 但是却对修仙者的肉体 有着极佳的作用 修仙者无论是修行 还是与人争斗 施展法术宝物的时候 其实呢 身体也在默默地承受着 种种反振之力 经脉暗裂 身体有引伤 是乃无法避免的 更有常年服侍丹药 所遗留下来的药性 进化为毒 侵蚀自己的机体 损伤根基 这些并非无法可解 但是成本呢 都太大了 特别是修至高阶之后 无论结丹 宁英化神 第一步都得是进化身体 纯化灵力 之后才能尝试 而灵药沼泽中的丹尼 正是对症良剂 可惜的是呀 这种丹尼 也就只能在沼泽之中 才具有如此的效力 如果取之 于外 就是拿出去 失去了沼泽当中 几百万种灵药 互相之间的那种 寒热香剂 阴阳调和 反而会变成毒物 用之 非但无益 还有毒害 代不出去 对他们这些炼气器的修饰来说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能使用这么一次 其实就已经壮大运了 而且呢 浸泡在沼泽处 除了要防范同样的人类修饰之外 并不会受到夭兽的攻击 可谓是最好的闭关之地呀 要说起来呢 大多数对自己的修为 没有信心支配 入得古来 便直奔该处 选一个偏僻的地方 墨于其中 闭关的撒月 也算不无收获了 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呢 前辈修士对此 早已探查过 了解过了 灵药沼泽的底部深处 生存着一只 可能是整个无悔谷当中 最为强大的妖兽 此兽无名 也没有人见过他的全貌 只是知道 这是一只龟状的妖兽 据说啊 三大宗门 曾派出过当代最强的 炼气旗弟子 齐齐约好了 一探他的虚实 结果酿成了一个大危惧 不知道是怎么 触怒了那个大家伙 数百名宗门的希望 尽数陨落该处 竟然连一个 生还出谷的都没有 直到百年之后 再次有人进入 却连他们的尸骨 也片寻不着 整片沼泽的地貌 也都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此可见 那只妖兽 是多么的恐怖 幸好啊 这只妖兽 继承了归类妖兽 温和的脾气 你只要不去触怒于它 它就一直在 沼泽的深处沉睡 并不会为难到此 享受丹尼的修饰 反倒是 无回谷当中的妖兽们 即便是对 沼泽中的丹尼眼馋 也不敢靠近一步 否则呢 定然会触怒俱归 必死无疑 其实在这个事上 也不难理解 妖兽的这种领域观念 是显露无疑 非常强烈 比较奇怪的是 它既然能够分辨出 人类修饰 没有是跟它 讲地盘的这种心思 因此人类修饰在这里 它绝对不完 秋毫无范 可见其智慧颇高啊 不可视之为 普通妖兽啊 也正是因为 知道这些 张凡才赶前往 不然的话 无论多大的诱惑 他再自负 再自信 也不能以为 自己这能力高到 能和那只 普通的妖兽 拜拜手腕 更为巧合的是 咱刚刚提到过 天地异象 这沼泽的中心处 正是引发 天地异象的根源 不过 如若真的有宝物出土 或是其他对修饰 有足够诱惑的东西 在这儿出现 那么 这一场混战 在这里也是 绝对避免不了的 好在啊 张凡此时 法器重新炼制完成 实力大增 所以说 无论是形势如何危急 至少 全身而退 是做得到的 想到这儿 他也不怎么担心呢 私定之后 张凡正待起步 却见面前的窝泵当中 一众灵源泪眼汪汪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他从水帘洞出来之后 望着远方沼泽 深处出神 这么长时间 这些灵源 愣是动都不敢移动 哎 说起这些猴头 倒是真是灵性十足啊 张凡失笑了一下 绣袍一挥 无量的金丝涌出 众猴 健壮 齐齐惊声尖叫啊 以为眼前这煞星 最后怎么着 还是忍不住 要痛下杀手对自己 猴命修医 不想 过了许久 一只胆子最大的灵猴 战战兢兢地 眯分开眼 一看 却见四周的山石 是如此的熟悉 洞外的水墓 又是那么的亲切 竟然 无形之中 已经被送回到了老窝当中 这才欢叫一声 把地上颤抖着等死的其他的猴 一一拉起 雀跃不语 而此时 张凡早已远去了啊 飞行了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 沼泽的边缘 已然依稀可见了 这个时候 张凡似乎听到了什么 眉头一皱 脚下轻踏 眨眼间的功夫 便由动 便静 降落到了地面 少去了空中急风的干扰 隐隐约约 能够听到 嗯哼 声音之声 还伴着阵阵的 妖兽嘶吼之声 传入到他的耳中 诶 这灵药沼泽附近 怎么也会有 妖兽活动呢 另外 怎么还与人厮杀呢 这事儿太反常了 收敛了周身的气息 张凡 神情凝重地 缓缓靠近了上去 沼泽的边缘 树木渐渐稀疏 极无遮蔽可言 张凡不敢急行 而是慢慢地 花了一盏茶的功夫 才潜到了进前 定睛一看 前方的矿地处 厮杀早已结束 使余下了几具尸手 趴在地上 便再无他人与妖兽的踪迹了 放开神识 仔细地查探了一番 张凡缓缓地踏入到矿地中央 在尸体面前蹲下 翻动查看了起来 眼前共有六具尸体 三人三兽 这三个修饰的衣着 并没有特殊之处 看不出来历 倒是那三具妖兽的尸体 颇有奇特之处 那是三只巨狼 趴在地上 长约杖许 血口大张 面容猙獰 一看就不是善类 出奇的是 他们的椅巴 全束只有短短的一截 手指长短而已 而且不是天生如此 看其末端 更像是被撕咬而断的 嗯 剑尾狼 看到这么明显的特征 张凡灯石就把他们认出来了 这是一种二戒妖兽 五六只为一群 天生铁尾如剑 甩尾砸下 力能碎石 再加上身形如垫 配合默契算是颇难应付的 腰兽了 他们有个习惯 就是每当群落当中 有成员身死 便会咬下其尾巴带走 若非如此 一时之间呢 倒也不好辨认了 看了周围的痕迹 再瞄了一眼 三个死者的腰间 张凡呼出一口气 放松了下来 三个人的乾坤带俱在 三具狼尸 尾巴不存 配合上地面上的痕迹 应当不是有人设局 他的确是凑巧赶上了 这一场遭遇战而已 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 张凡对当时的情形 也大致心中有数了 他们呢 应该是从沼泽深处 狂奔而出 这迎面呢 又碰上了急行而来的 一小群剑尾狼 双方都是措手不及 当即就混战了起来 刚刚张凡在远处 听到的那个厮杀的声音 应该就是战斗 行将结束的时候了 他们能以三人 对敌不下 五六只二阶的妖兽 并且杀死了其中的三只 也算是相当了得了 剑没有其他 值得关注的东西了 张凡便将三只剑尾狼的尸体 和死者的乾坤带 顺理成章地收入到了囊中 然后屈指弹出了三点火星 落到了地上的尸首上 火星落下之后 如遇到油纸 瞬间转大 聚燃了起来 不过片刻 便将他们尽数化为了骨灰 混杂到了泥土当中 做完了这些 张凡也没有马上离开 反而沉吟了起来 这看上去像是一场简单的遭遇 但是怎么就觉得处处透着骨啊 以三个死者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来看 哪怕是遇上了这群剑尾狼 战胜不太可能 这逃跑却是有余的 怎么还在这死拼呢 想来当时有什么东西 将他们从沼泽中驱赶而出 才导致他们慌不择路 一头撞进了剑尾狼的包围当中 脱身不得 只好死拼了 同样的 妖狼的出现也有问题 此处距离这灵妖沼泽 已经很近了 他们在这地方出现 难道是要去挑战 沼泽深处的巨龟不成吗 以他们的本事 只怕刚刚踏进沼泽边 就会被愤怒的巨龟 一巴掌拍成鸡粉呢 而且这几万年过去了 都没有什么妖兽 如此自不量力 怎么今天 这几只妖兽就忽然胆肥了呢 除非是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他们 并且难以抗拒 让其一时间 竟然忘却了巨龟的恐怖 踏入了这平时的近地 有意思 同一个地方 这一方抱头鼠窜 一方紧赶慢赶 然后撞到一块 打了一场冤枉架 估计这九拳之下 这双方也会死不瞑目吧 张凡无声地笑了笑 挥了挥衣袍 把这周围的血精味驱散 正待继续前行 看看前方到底有什么的时候 忽然整个人争住了 先是目中露出警惕 紧接着鼻翼抽动 好像再仔细地分辨着什么 嗯 香味 这个时候血腥气烧散 再也盖不住空气当中 萦绕着的丝丝香气 这香味 淡却倦勇 略略地一闻 便让它浑身一清 好像脱去了尘科 获得了心声一般 甚至连体内的灵力 也隐隐地受到牵动 不由自主地 想要自己开始运转 张凡的脸上陡然变色 区区一抹鱼香 就如此的不凡 那本身又该是 什么样的灵粹宝物啊 绝世珍宝 想想就不奇怪了 也不奇怪 为什么这东西有强者守护 把地上死去的那三个 驱赶了出来 也不怪这妖兽 为什么趋之若鹜赶来找它了 明白过来之后 张凡再不停留 循着香味的来源 将飞云舟催动到了极致 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而去 一路上 方复满路 即便是暴雨倾盆 激起大地上的水土之气 凌落花木之分 也不能将其掩盖 旧味不散 心味又飘 与流传处气息相杂 变换出千万种不同的芬芳 种种的诱人 味道独特 像少女的体香 又似真果的甜香 还像百花芳香 恰似草木清香 如若美女春香 俗世有千年松香 闻于十里 而此香又何止百里千里 有朱般真修美瑶 韵之百种滋味 又怎比得上它 一步踏出 便香味疏异啊 越是靠前 张凡的脸色 越是变换不定 先是惊疑 继而是狂喜 转而在凝成无尽的渴望 最后 化成了一片凝重的坚定 在这天地之间 灵粹无数 各具形态 诸般特色 但是如此奇异的香味 如梦幻观的体验 只有一种奇珍 方才符合 那就是造化果 这个名字 如雷霆闪电般的 在它的脑海中出现了 夺天地之造化 为鬼神所不容 区区一个灵果 配以造化之名 可见它的不同寻常 造化果 又名雷基石 夺天地之造化 亦是灵粹之精华 不知始于何年出生 也不知何日可成熟 只晓得 其化身而出 将熟之际 为鬼神所不容 为天地之所忌讳 随有雷霆天降 历经洗炼 方能真正现世 灵药沼泽 无量灵粹 生灭而成 正合乎造化果 生长的环境 天降雷霆 也正是它 成熟的仙兆 看来 沼泽深处的东西 正是造化果 无疑了 想到此处 张凡的心中 更是兴奋 不知不觉之间 飞云洲的速度 又提升了一线 已然超出了极限 更有生生不堪 重负之音传出 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眼间这般的天下 显然造化果 将要成熟 此果 会天地之灵气 即百药之精华 形体在虚实之间 号称 落幕三西 就化为乌有 不可保存 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使用 如若去得晚了 毁之晚矣啊 眼见着就要进入 沼泽之中了 张凡却忽然面色一沉 猛地停下了身形 悬在半空中 随即脸上阴晴不定 似乎有什么 难以决断之事 在他的前方 沼泽的分野之处 密密麻麻地 拥挤着数不清的妖兽 显然 数百里方圆之内的 所有妖兽 都已经齐聚于此了 像城墙一般 把这整个沼泽包围起来了 想来 是到了此处 这些妖兽 简单的智慧才想起来 这里面可盘踞着 一个惹不起的家伙呀 于是呢 就停步不前了 不知道 这些妖兽们 是在犹豫 还是在商议什么呢 在巨龟的威慑之下 在灵果的诱惑之下 这些妖兽展现出了 和平时 其然不同的作风 为什么这么说呢 鹰蛇上下 蛇鼠前后 狼兔左右 互不干扰 也互不攻击 就好像 对面的这个天敌和美食 不存在一般 此时 即便有几只灵敏的妖兽 已经发现了张凡的踪迹 竟也不露出半分的敌意 只是略显焦躁地望着沼泽深处 低声地嘶吼着什么 如此多的妖兽 只要蜂拥而上 无论沼泽中 是何人都必死无疑啊 但是若聚归愤而出手 这情况只能更糟乱套了 再往前去 必然危机重重啊 张凡迟疑了 不觉中 下降了来 落到地面上 这右脚倾抬着 始终没落下 如履薄冰的谨慎 距离当前的诱惑 这两种想法在他的脑海中 反复地交战 一时间竟然不能决断 这一步 是卖 还是不卖呢